我们再来关注罗德曼的平壤之行 8号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生日 罗德曼带着一票美智兰退役球员与朝鲜篮球队 在平壤体育场打了一场友谊赛 罗德曼说这是他送给金正恩的生日礼物 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现场全程观看了比赛 比赛开始之前 罗德曼走到篮球场中央 带领观众一起为金正恩唱起了生日歌 最后前美智兰明星球员组成的队伍和朝鲜队的比赛正式开始 参加比赛的美方队员有美智兰退役球员坎尼安·德森 克里夫·鲁宾逊和维恩·贝克等 今年52岁的罗德曼也亲自上场 向朝鲜人展示了自己的球技 这场友谊赛最终以朝鲜队获胜而结束 赛后 朝鲜体育向李宗茂和罗德曼为球员颁发了纪念奖杯和纪念章 能容纳14000人的篮球馆作为学习 驻朝外国使节和朝鲜体育人士应邀观看了比赛 驻朝外国记者没有受到邀请 而罗德曼在比赛后接受了采访 这是一个很历史的日子 每个人在世界上看到我们不能跟我们一起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